疫情渝染的小孩子 来到基隆市来打哨棒 这两年就能够拿到 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但是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不想需要我们市府 尤其我们教育处 能够有一个关爱 这样的一个衍生 基隆中校国小哨棒队 参加全国多项赛事 都拿下不错成绩 市议员陈明健总咨询时 希望市政府能够重视 这一群为基隆市争光的哨棒队 这一群小孩子 从宜然离乡背景 为了追求他们这个哨棒的梦 而宁愿到基隆来 资深离开他们自己的父母亲 到中校国小 而且屡次用基隆市的队名 来代表我们基隆市 来打这个哨棒队 这两年能够得到 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但是回想他们训练着 这样的一个过程 跟训练的这些装备 真的是期待 我们还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大家应该也想到 过去我们台东红业哨棒队 能够得到世界冠军 怎么训练而来的 以使当球 用轮胎 废轮胎 来做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也能够得到世界这么好的 这样的一个名次 所以这一点 是不是请我们市长 对这样的一个哨棒队也好 甚至于对我们的棒球 这样的一个球赛 这个球略的运动 市长是否有自己的一个过想 这样子的一个球队 我们希望就是集中栽培 这个学校 因为有时候你不可能把 每个学校的棒球 孩子都打得很好 但我们基隆 我们集中 在一两所的国小里面 然后我们把企业的资源引入 然后我们集中 把好的选手把它引入 然后我们想办法做一个 明星哨棒队出来 那听起来中校国小 的确就是 这个是有这样的条件 不过前一阵子发生了 这个事情以后 大家也都很关注 后续的发展 那我想我会持续的请教您 然后也咨询我们 包括这个渊翔处长 跟美兰处长 我们希望能够把 基隆明星国小 哨棒队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来把它完成 这其实是没有 列在政见的政见 那因为那时候 没有列在政见 也有不同的考量 我们是很希望 未来能够来做这件事情 本市有很多的小孩子 就是喜欢棒球 但是没有这个完成的 比较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球队 能够让他们 留在基隆打球 所以他们宁愿 把这个小孩子 送到戏子 我们隔壁的 新北市的戏子 来去培养 这个一个哨棒的队伍 甚至于到秀峰国中 有一些棒球队 有时候他们都会到 我们市立棒球场 来做练习 很多都是我们 基隆市的小孩子 家长为什么愿意 请愿每天 一大早送过去 然后再上班 就是期待是我们基隆市 真正能够有一个 比较完全的这样一个 哨棒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很高兴市长今天能够 提出这样的一个过响 而且能做这样的一个 大力支持 我们期待我们基隆市 真正有这样的一个 明星的一个哨棒队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全国研究民运动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